县重遍布全台的民间乡松柏林寿天宫 11号除夕正夜11时新春指食 举办开头乡祈福圣典 副县长陈振生与主祭的寿天宫主委 陈登岳 地方士生 前兴相 北极玄天上帝 献尽祈求 新年合尽平安 寿天宫新宠年 新春团白开箱圣典 在初夕迈入大年初一的指示及时举行 副县长陈振生 主委陈登岳之外 包括民政处长吴燕玲 议员张家哲 以及众多信主参加 为了落实防疫 开箱祭典 除了祖祭 陪祭 以及寿天宫指示人员之外 众多信徒都配合在庙城焚香祭拜 避免庙殿群聚人潮 在我们玄天上帝的庇佑之下 保佑我们在场所有贵宾 以及我们南投境内所有的信众民众 大家身体健康 祝福我们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注意 牛连行大运 寿天宫具有上百年历史 所以信众非常多 曾经因为重建有一段时间 稍微人士少了一点 我们也希望重建之后的一个荣景 能立即再现了 这是我们的期待 整幅县长更强调指出 县堂黎明珍构思良久的天空之星 重大观光建设 很快就会在松坡里落实推动 期待寿天宫以及地方民众 大力支持县府 让这项建设能够早日顺利完工 林县长为了带动地方的发展 也规划在寿天空附近 要盖天空之星 这项大建设 应该是县政府建县以来 应该最大的一项重大工程 甚至于在整个经济 能有所带动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祭典在众人向玉皇大帝 以及玄金上帝前程上上之后 由陈主委 城府县长 吴处长 议员当家者先后献上祭品 在由陈主委贵送 助导书围 并行最清理后 圆满里程 城府县长也特别感谢 参与开箱的信众 都能够确实配合防疫 入庙人人戴口罩 记者广丹亭 明镜相采访报导